蜂農徐氏养蜂場 拿起一片又一片沉甸甸的蜂巢 看到滿滿的蜂蜜 蜂農笑開了 這一層 這整層都是蜂蜜 旁邊都是 都是出成的蜂蜜 七獨馬林山區的土蜂蜜 原本都在五月開始採收 但今年遇上了梅雨季節影響 四月才採收過一次 五月到六月初 梅雨持續的下 好不容易天氣好轉 蜂農趕緊搶收 今年的春蜜只收成兩次 蜂蜜濃度高 水分也是近年來最低的一次 採收的水分 是有比現在看起來是要高 但是今年是 中午節前都沒有採收 它都是存在裡面 存到最近這幾天天氣已好的話 它就是裡面一時的 自己在上風給它乾燥的話 水分就含量非常低了 已經開始蜂口就知道 它水分含量很低了 從蜂巢切下一片片厚厚的蜂辣 上頭布滿金黃剔透的蜂蜜 咀嚼起來的口感像是口香糖 甜而不膩 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然後很純 不會黏牙 大部分的人都是吃一吃 沒有甜就給它除掉 我說這樣是最可惜的 因為我們要咬久一點 使它蜂辣的成分能氣勢出來的話 這就是可以對蜂蜂有保護的效果 有殺菌消炎的效果 所以要一直咬修復連膜 可以繼續咬 尤其是我們蜂辣不舒服的時候 你吃完了以後就很順了 由於蜂蜜具有修復連膜 又可以潤喉 疫情之下這兩年受到顧客喜愛 尤其是蜂辣詢問度更是高 各行業受到疫情衝擊之下 蜂農反倒是沒受到影響 記者 黃燒民 金融報導